電視台的採訪鏡頭目擊到爆衝的車輛 猛撞停靠路邊的車 把擋泥板都給撞掉了下來 而且副駕的乘客跌出車外 幾乎站不起來 沒想到駕駛卻不顧同夥安危 一下車就用衣服擋住臉拔腿就跑 這段畫面發生在美國威斯康星州 當地時間19號晚上7點多 電視台採訪團隊 正在街道上進行槍擊案的訪問 沒想到鏡頭卻目睹這起恐怖車禍 爆衝車輛內的17歲乘客 以及坐在被衝撞的休旅車裡的57歲駕駛 最後都因為受傷送醫 只是當時開車的駕駛最後卻肇事逃逸 警方調查後發現肇事車輛其實是偷來的 當地警方表示他們震撼社區團體合作 希望能盡速逮捕肇逃駕駛歸案